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混血兒 所以從小到大 我也有碰過很多 大家以認為是開玩笑的語氣來 跟我說一些不好聽的話 所以 我理解 這些受傷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狀況下 的道歉是 一個尊重 對,所以我覺得我做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對人跟人之間的尊重 其實我覺得在這段期間我看到的 其實有很多很善良 很良善然後很多鼓勵跟支持的 不管說是朋友或者是粉絲 所以其實 我還 滿 對我來講 其實我都在準備角色 然後 我覺得因為自己的疏忽 把簡單的事情變複雜 所以 只有我用作品或者是 把我專業做到最好 我覺得這才是對得起我的工作 跟對得起大家 跟自己 對 那是有時候你在網路上 會比較小心 其實我覺得我 我真的還 算是蠻小心的 但這次真的是 對 那天是愛困嗎 還是怎樣 嗯 就是 沒有看到文字 沒有 我就是沒有點開文 因為剛好那天在工作 然後很密集的在工作 然後看了那個很漂亮 因為是旅遊的圖片 所以我就是 因為我自己喜歡旅行嘛 所以我看到出遊的影片 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就 沒有進去看他的文字 對 對 徐瑋寧討言自己的疏忽 造成許多人受傷 也傳出在大陸的新戲摩天大樓 因此遭到換腳 因為我說我自己是混血人的關係 所以從小到大 我也受過很多這種就是 大家覺得是開玩笑的語氣 不是真的有意的 可是卻傷 我會覺得有受傷 或者是會覺得難過 所以 因為我有這樣子的成長經歷 所以我知道 當我按了那個讚的時候 會有一些人受傷 所以我覺得 我是該對這些表達些什麼 對 因為我一見 因為這是人跟人的尊重 所以 我會這樣子做 其實摩天大樓的部分 就是 因為其實真的是 檔期的問題 因為 好